美国现在不是打算决定这个 禁抖音了吗 对吧 就是继印度之后 明确表示啊 限制这个中资的中方的这个APP 在当地使用的一个国家 印度近了50多过 美国目前呢是禁止抖音 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APP 中资背景的APP 也会列到这个惩罚名单当中去 我们还这个不知道啊 我在想其实现在有门生意挺好 就是呢开发 开发一款VPN呢 适合于印度使用啊 也适合于美国使用的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是吧 国内用VPN翻墙一样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就拿抖音举例啊 抖音现在它这个软件啊 它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 供娱乐的软件了 它是很多人的饭碗 自从有了抖音 很多搞自媒体的都靠的这个软件的流量啊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 发家致富了 这个发家致富不光是中国国内的 很多国外的人 他们为什么那么风靡这个东西 很多国外的人也靠着抖音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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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到了一份比较可观的收入啊 说白了这个这个东西是人家的饭碗 对吧 再加上又那么多这个国外老百姓喜闻乐见 所以我在想 其实有头脑的呀 可以搞一个VPN 可以在印度和美国用的 翻出来 对吧 翻出来 翻到可以下载 这个抖音的区域 对吧 可以翻到中国嘛 是不是 我这儿